1951年,麦克阿瑟为了朝鲜前行的战事焦头烂额 他没有想到,中国志愿军如此强大,竟然将美军打得节节败退 对麦克阿瑟这样的战争狂人来说,这样的失败是不小的打击 不仅让他在军中威望尽失,而且还很有可能影响他的政治前途 麦克阿瑟认为,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取得胜利 为此,他甚至考虑到了使用原子弹对中国进行轰炸的恐怖方案 多年之后,也会有人好奇,美国当时明明拥有世界上数量最多的原子弹 而中国一穷二白并没有强大的武器与之抗衡 既然如此,美国为什么宁可接受最后战败的结果,也没有对中国投放原子弹呢 这里面的原因是复杂的,其实,美国曾经多次向中国发出过核威慑 甚至,1951年4月,美国政府决心接受麦克阿瑟的原子弹方案 并将一体原子弹运送到了关岛地区,打算对中国发动大规模的核战争 但正当麦克阿瑟值得一满之计,他却忽然得知自己已经被免职了 麦克阿瑟的政治生涯就此一蹶不振 所谓的核威慑也就此破产 为何短短几天之内,美国突然转变了态度 对于美国反复无常的做法,别人想不明白 但毛主席却早有预料 早在朝鲜战争刚刚爆发的时候 毛主席就在文章里写道 反动派都是直老虎,原子弹只是吓唬人的 你打原子弹,我搭手榴弹,总能找到你的弱点 毛主席明白,美国不自国是在序章声势 他们根本就不敢把原子弹直接打到中国境内 原子弹对美国而言,其实是把双刃剑 一方面,因为拥有这样强大的武器 所以,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都不敢轻易地招惹美国 但另一方面,正是因为原子弹太过可怕 所以美国一旦公然使用原子弹 就等于挑战全世界的神经 何况,当时世界上除了美国之外 苏联也已经拥有了原子弹 如果美国使用原子弹,无疑是对苏联权威的挑战 苏联可能不在乎中国的生死存亡 但是核战争一旦爆发 苏联不可能置身事外 所以,苏联一定会以牙还牙 因此,美国只要使用原子弹 就必须冒着自己本土也被原子弹轰炸的危险 这样的结果对美国并没有好处 除了苏联之外 欧洲也绝不会同意美国使用原子弹 欧洲是美国当时最重要的盟友 美国为了在朝鲜战场上的胜利 拿着欧洲的诸多国家组成的联合国军 然而却并没有取得相应的成果 本来欧洲对美国就已经怨声载道 如果美国在冒天下之大部位使用原子弹 恐怕会失去欧洲的信任 所以,美国使用不了原子弹 其实是一个大概率事件 也正因为如此 毛主席始终对这场战争的结果很有信心 美国发动这场针对朝鲜的战争 是肆意干涉他国内政 挑起地区矛盾 本身就缺乏知识 加上二战之后 全世界对于战争普遍是厌倦的态度 美国国内的经济也受到战争很大的影响 所以只要坚持下去 胜利一定会属于中国 而之后的发展 也完全印证了毛主席的猜想 于美国本身而言 许多政客将领都如麦克阿瑟一样 希望在最快的时间内解决这场战争 哪怕是使用原子弹这样极端的办法 美国之所以如此走极端 主要还是因为这场战争的走向 和他们所预料的差别太大 时间进入1950年末的时候 美国就预料到他们可能不会胜利了 这时 麦克阿瑟就叫肖岛 要大规模地对中国使用核武器 麦克阿瑟的言论 很快在全世界引起了轩战大波 中国境内的很多人当然是恐慌的 因为绝大部分平民百姓也并不了解美国 只知道美国很强大 害怕他们真的使用原子弹来攻击我国 这时候 正是毛主席发表文章指出美国的劣根性 才稳定了人心 而欧洲和苏联反应也很强烈 麦克阿瑟的言论传出去没几天 就有不少欧洲大使纷纷出动 打探消息 生怕这件事情要成真 而美国政府毫无疑问起到了火上交流的作用 美国总统杜鲁门在演讲时公开宣称 自朝鲜战争开始 我们就一直在积极考虑使用原子弹 这是一种威力巨大的武器 一旦释放 老人 妇女 儿童都将牵连进去 我是不愿意看到的 可惜一旦使用 这种情况就无法避免了 这不是美国第一次对中国进行和威慑 实际上 在中国还未参战的时候 杜鲁门就曾经说过 只要中国或者苏联的军队出现在战场上 那美国将采取一切军事手段 包括核武器进行攻击 当然 最初杜鲁门说这话的时候 还料定苏联和中国都绝不会搅这滩浑水 没想到中国真的会来 所以 杜鲁门后来一再强调美国将使用原子弹 其实并不意外 因为美国已经被战争拖累太重了 大量的青壮年被送上战场 国内民怨沸腾 许多人已经聚集到了政府大楼前进行忧心抗议 要求总统尽快想个办法 把大家从战争泥潭中拯救出来 当时 战争还没有结束 但是美国政府的攻心力已经大受打击 所以 作为总统的杜鲁门也更渴望一场漂亮的胜利 宣扬美国的国威 重新获取民众的支持 思来想去 没有什么办法比使用原子弹更加直接 更能显示美国的霸权 可杜鲁门没想到 自己这一番话说出去 更是把美国架在了火山口 欧洲各国彻底坐不住了 英国大使连夜便去见了杜鲁门 并传达了英国的意见 使用原子弹并不能阻止中国军队 反而会让现在的局势变得更糟糕 届时苏联军队必将加入战争 总之 美国的肆无忌惮 让欧洲各国都陷于愤怒之中 美国地理位置优越 距离苏联等强敌都很遥远 有足够的战争空间 所以多年来有恃无恐 但欧洲各国可不一样 他们旁边就是苏联 一旦开战的话 苏联肯定会先拿欧洲开刀 万一美国的原子弹发射出去 那苏联就可以更加毫无顾忌地 把原子弹发射到欧洲 美苏两个大国产生矛盾 最先受害的必然是 夹在中间的这些盟友 所以即便在冷战的格局之下 欧洲各国也不希望美国和苏联 彻底撕破脸 因为这样他们就会成为 第一批牺牲者 美国为了维护和欧洲的关系 也一直都比较谨慎 把自己用和平的面具伪装起来 但从朝鲜战争爆发开始 美国便逐渐失控了 这让欧洲各国非常惶恐 他们虽然迫于经济和政治的压力 不得不依附于美国 但欧洲和那些弱国毕竟不一样 他们还是渴望脱离美国的控制 重现曾经的辉煌 所以 他们和美国之间的情感 维系本身就很脆弱 如果美国再这样不顾道义 那欧洲也不得不脱离美国 寻找更强大的靠山 如果失去欧洲这样一个有用的盟友 对于美国来说相当致命 所以 英国方面这一番激烈的建议 让杜鲁门顿时措手不及 还没等杜鲁门反应过来 英国方面又再次派大使传递消息 美国在朝鲜半岛的军事目标不现实 贸然对朝鲜或中国采取和打击 只会让朝鲜半岛局势更加混乱 只有在朝鲜半岛局势最恶劣时 美国才可以考虑使用原子弹 这样的表态已经相当强硬了 美国虽然是世界第一强国 但也不能丝毫不考虑欧洲的意见 心烦意乱的杜鲁门 只好当场对英国做出保证 撤回之前所说的使用原子弹的命令 英国大使这才放心回国 但前线却还有迈克阿瑟这个麻烦 迈克阿瑟才不管欧洲或者苏联怎么想 他现在唯一的想法就是尽快打败中国 所以他坚持使用原子弹的方案 并且对杜鲁门撤回方案表示了不满 杜鲁门和迈克阿瑟由此爆发了严重的冲突 迈克阿瑟是个很特殊的将领 靠着一路积累的功勋 他的政治声望一度超过了总统 甚至可以直接越过总统在大洋彼岸的日本呼风唤雨 由于迈克阿瑟的强势 所以不少人都认为 他很快就会成为下一届美国总统了 这一切让杜鲁门心中很不安 作为政治家 他担忧自己的权力受到迈克阿瑟的挑战 而迈克阿瑟非但没有顾及布鲁门的感受 反而愈发的嚣张 完全没有表现出对总统应有的尊重 哪怕杜鲁门已经反复对迈克阿瑟强调 不能再谈及使用原子弹的想法 可迈克阿瑟依旧在1951年3月的时候公开说道 中国缺乏工业能力 无法供应现在战争所需要的装备和物资 比如坦克 重炮等武器 我们一旦将军事行动扩展到中国沿海地区 这个庞大的国家将会顷刻间崩塌 言下之意 还是要对中国使用原子弹 更让杜鲁门做罹难的是 迈克阿瑟这这个想法在军方 得到了几乎一致的支持 迈克阿瑟在军队内部的声望实在太高了 如果他真的冒险赌一把 总统或许还真做不了主 随后 迈克阿瑟又气势汹汹的 向白宫提交了一份具体方案 表示应该投入20到30颗原子弹 对中国的重点城市进行轰炸 最好是直接在东北和朝鲜之间 制造一条隔绝地带 束缚住中国的手脚 如还有可能的话 也应该彻底放开对于台湾国民党的限制 让蒋介石协助美国作战 根据计算 实现迈克阿瑟的计划至少需要26颗原子弹 在这个过程之中 迈克阿瑟和总统杜鲁门始终在博弈 迈克阿瑟的战争方案实在是太过疯狂了 只是 渴望胜利的迈克阿瑟也想不到 正是这份基于求胜的心理 彻底断送了他的政治生涯 迈克阿瑟不断升级的战略打击方案 同样也引起了无数人的不满 这时 美国政府内部也有许多人提出 应该换一个新的总司令了 如果放任迈克阿瑟在前线胡作非为 那这场战争将不止局限于朝鲜 而是会扩大到全亚洲乃至全世界 成为第三次世界大战的预告 而这样的预测 足以让全世界陷入恐慌 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给人们留下了不可磨灭的阴影 此时 二战结束不到十年 人类已经没有力量再去承受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恶果 迈克阿瑟此时的行为 完全与世界潮流相悖 欧洲为了保全自己 更是向美国下了最后的通牒 英国表示 迈克阿瑟如果真的要引发核战争 那么英国等国家一定会退出联合国军 留美国在朝鲜战场上单打独斗 当然 欧洲和美国之间的合作也将全部作废 这无疑会断送美国的大国梦 迈克阿瑟错误的战略 很有可能将美国引入万劫不复之地 在欧洲各国的信任和迈克阿瑟个人之间 杜鲁门当然毫不犹豫地选择前者 于是 杜鲁门下定决心 免去了迈克阿瑟的一切之务 这个决定并没有激起很强烈的反对 英国议会甚至为此专门庆祝了一番 让迈克阿瑟这样一个疯子离开战场 对全世界来说都是好事 当然 不管前线的司令是迈克阿瑟 或是其他人 美国都没有办法挽回自己的失败 朝鲜战争让植老虎陷了原形 中国则用这一场战争的胜利 换来了今后几十年的和平 如今战争已经过去很久 但美国依然保持着当年的野心 只是 中国的强大 让美国多了一些顾忌 美国对中国始终仇视 迈克阿瑟虽然被免职 但是他对于战争的疯狂 却存在于美国很多人的心理 所以 今是今日 对于美国这个老对手 我们依旧不能放松警惕 对于美国天下 还能放松警惕